那如果溪谷你會看到一些 我不過還不確定它是什麼松樹 可能會不會是琉球松 應該不可能是二葉松 有少數幾顆 這是看到零五幾重的 白雞有最多 那這邊還有一種樹 叫麻六甲荷環 也有大面積的造靈 這個聽說也有個病故 我聽當時的原住民朋友講說 大概1970年代 就是好像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什麼基因之城 王永新鮮 以前有想要發展紫香葉 然後在這邊就是跟零五幾 撐住了很大片的林地 就是下去種馬腳荷環 後來他這個紫香夢 紫香葉夢又覺得說 國際紫香那時候是大漲 後來又回底他就不划算又都放棄了 所以有留下非常多的馬腳荷環 現在這個季節是白雞有開花最明顯 然後也有少數的油童花 這邊油童花有些早的已經開了 當然到清明的時候 這邊會更新鮮 然後之後是香絲樹 在靠近梅雨季的時候 它也盛開了 那差不多六月的時候 你會看馬山遍野 很多馬腳荷環都開花 就變成山朵就很多點點白色了 那其實這邊 這邊比桃樹樹線有沒有看到 因為就靠近冷線 所以水氣 東北激光帶來的水氣可以影響 所以他這邊 就剛剛那個蔡老師所講的 不要靠近那個中央山脈 比較靠近那邊的 因為是水氣這邊被冷線附近攔截掉 所以那邊是非常乾的 就是這種落葉半落葉的形態 這就是那個售卡 然後靠近冷線就是大概草埔以上 以上就有 右邊 有沒有看到那個海 上面就是阿蘭伊古道的海岸 然後下面這個溪谷 這應該是達仁溪啦 達仁的溪谷 那這個溪谷下面的出海口的南側不遠 就是目前那個台電想要 這圓柳會啦 並且那個台灣的最終地方 真的合飛到儲存場的 一定場子 就這個溪口附近 就這裡啊 這個達仁溪啊 對 那這個溪線其實在 如果你看達仁地圖的話 在靠近達淮公路階段 它是非常的偏東 大概如果說以 這邊海邊平地下去 那個叫安鎖 達仁鄉的鄉是安鎖村 剛剛我們從那個台灣海峽 總共那邊叫豐港 如果以大家直線來講 它大概在比較靠東邊 大概幾乎已經是三分之一的 的位置了 整個如果說以正常來講 整個山脈就是整個往偏東 這就是剛剛蔡老師說講的 通修非常前面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對對 而且這個溪流方向也印證蔡老師說講 市場也是有點東北偏西南 那個 這個走向 沒有 另外一側是這樣子 那這一側的溪流也是蠻有趣的 它也是有點類似西北東南 也有很多是這樣的 相對的在流 然後現在過一個 請先按部 這邊慢慢就切到左邊就是那個 安溯溪 安溯溪的溪谷 這邊慢慢切掉 你們看一下 右邊的 那個整個坡面的 森林的狀況 跟我們剛剛從風剛上來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這邊是淫風面 我就剛剛講說 那東北激風帶來的水氣 它被這邊攔住了 所以過去那邊是乾的 那右邊那個山頭的那個人線 就是中央山脈的尾巴 進恆春半島 那那邊就是199縣道 199縣道 199縣道 放股丹這一塊 還是可以看到 那邊那個溪口 就達人溪口 藍側就剛剛講的 何必要純長子 叫那個藍側 那邊有住很多人嗎 基本那個溪口已經沒有住家了 沒有住家 那溪口還有幾戶的那個 那個養白蝦的養殖戶啦 他真正的就是 那邊屬於那個 台灣最藍的一個鄉子 達人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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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人鄉的主要聚落 上來的鄉呢 就在那個達人西以北 達人西以南 基本就是 基本就是 沒有人淹了啦 沒有人淹 沒有常住的人口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台灣邊水的地方 就很可憐的地方 為什麼 我是認為啊 為什麼那個 台灣第一方設線的那個 紅葉儲存行業會設在那邊 因為那是離 台北 首都最遠的地方 不管從東部過來 或從西部過來 對啊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也很多人認為說 其實他喊著什麼 要開台的公路 那就是聯通阿萊古道 安索西亞 對 其實也有任何人認為 其實他最 後面最大陰謀其實 會讓台電 他未來有路 可以運河飛到 到那邊 所以之後的話 你看 像上次那個總統大選 本來國民黨最早是把打通這一個 台灣當作一個政績 到後來他的縮鐵 在屏東上面 他完全不提 對啊 市場已經達到目標了 所以這個公路見不見 其實也沒那麼重要 他未來真的 會不會到場子 設在那邊的話 他運河飛到完全沒有問題 他直接 大馬路已經開到那個 場子的預定地旁邊了 很方便 那左邊是那個 達仁西 那個安索西的西湖 有 其實有看到幾個 那個油童話在開的 那聽說 未來這個蘭輝公路 他也有一個 那個環璧也正通過了 前年通過了 有一個六年的施工改善計畫 大概就從 整個資本以南 你看 有些路段是兩線道的 他們盡量他們扣翻成四線道 然後 到安索這邊之後 的話 就是這邊會順著這西湖做高降 高降到比較靠 海拔比較靠的地方 就直接打隧道 大概四公里長的隧道 到那個潮土那邊 據說這個完工之後 未來安收到豐港 如果遊覽車要五十公公的車程 那可以縮短到三十分鐘 這個就是 之前環璧的時候 南部的 東北的紅寶團體比較有殘疑 像台東大使 劉仲喜老師他們 他們 基本上 並沒有太多學者是怎樣說 一定反對這樣的扣分計畫 因為這個跟那個 那個蘇阿高 後來變成蘇阿改 一樣都是 這個路肯都是必要之二 你不得不開啦 因為 東部軍員他覺得進出西部的話 你往北就是要靠蘇阿公路那邊 往南就是要靠這一條 沒有辦法 只是說我們如何在 不得已就是要改善這個交通 的情況下 對生態的 在工程技術 對生態危害比較少一點 所以其實 像劉老師 我看過他們的環璧報告 他們大概提出的一點就是 未來在施工要都市公路局 不要亂搞 因為很多破壞 其實在施工的時候 就已經 在破壞 他可能規劃過現場 但因為他共同法官 可能問題不大 因為過去的工程技術很惡劣 很多就是 開了之後 他苦也不清走 就直接往下面倒 會造很多很大的傷害 這個西谷還蠻漂亮的 那左邊的話 天氣好了 順著這個人線上去 一路可以看到 像 南部整個幾個 幾個比較有名山 像大漢山 進水谷那邊 往北一直到 南道北道 天氣好多都看得到 下面那個西谷有開到一個聚落 那個就安座部落 然後這個部落的話 因為我認識蠻多朋友 在那邊的 像那邊有一個朋友 就安座哥的一個 老師叫潘志華 他是排文族人 名字叫阿拉班 他是 我們台東南端最反而的人士 任何 任何場合都可以看得到他 然後他自己也組一個叫阿朗伊的勇士團 因為 他們在他那個 部落裡頭的話 叫安座村 他們說他們是有三個部落組成的 大概歷史可以回收到八十年前 就日本就是殖民統治連帶的話 他們本來會不會在山上 後來日本為了方便管理 就是強迫把他們三個部落 應該因為這樣 有兩個 有一個是在地部落 另外兩個部落是 有的在獅子鄉這邊 裝了上面另外一頭 然後強迫他們牽下山 然後拼成一個社區這樣子 然後一個在地部落就是阿朗伊的勇士 所以為什麼 後來就是 安座到旭台這些到古道路線 我們猛的時候 他們要叫阿朗伊古道 因為這個阿朗拜老師 其實最早就是他提出的 在九十年九十年提出的 他說 古阿朗伊部落的話 他們團統裡一直延伸到 那個 關比海峽陰南 那個地塊 所以整個古道的話 他們的路線都屬於他們的傳統裡一方 只有南側靠續來那邊是以前 舊牡丹社的領地 那是這樣的遊覽 所以 你們要去查比較早的古道資料的話 其實正確呢 你們要查那個 清代的文獻 或是恆春縣是所講的 廊橋被廊關道 那個才對 那一古道只是說 目前整個關道 到現在 這個時代的話 好像屏東現在已經變成200號線道了 就從恆春 出東門到滿洲到旭函 那台中階段的話 就是台九號公路 安壽以北一直到海中這裡 只有中間就是安壽到去海 去海階段 就是廢棄了 沒有 用現在公路把它打工 又是 阿朗一部落傳統裡一所在 所以阿拜老師就是 當年為了這個 保育這個態度問題 還有 防頭會要處理大問題 他可能 他組一個勇士團 不當的辦活動 還有 帶領他們的主人 他們去用他們的方式的 看能不能來保育他們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個 當回公路的 就是在安壽區高架 這一段的話 就剛好 切到那個 阿拜老師 他自己 利用自己的土地 做了一個 顧路一個 他們的勇士團的 聚會所 或是聚會所 都在他們的旁邊切開 所以他還是很傲人 他知道沒辦法 這是公布他政府的政策 華平都公布了 他說他必須要搬家 好不容易 大概花了五六年把它弄起來 這樣子 然後左邊這邊 有一些小區 這個是 這個叫森永部落 我們當回公路進到 新壽卡 就是進到台中心 紀念 主要經過的兩個部落 一個是森永 一個就是 到比較靠海邊的 就是安壽 那森永的部落這邊 他們大概這幾年 比較致力的 也是 發展一些觀光 跟一些有機蔬菜的部分 記得他們已經有 好像兩個 這個部落比較不熟 是聽那個 安酸和阿拜老師講的 大概有 有兩個有機蔬菜園 已經 農場已經 已經運作幾年了 有些菜蔬 都直接運送到外地 甚至可能送到台北 就利用這邊 好像東南這邊 比較少開發 遠離這邊好像好水 因為這邊 不可能有工廠 應該到這邊來 你說這邊真的都是 好像好水 然後其實有時候 我們跟原住民 聊滿有趣的 他說 阿拉伊古道 什麼阿拉伊古道 那是你們平地人在走的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排隊彎彎的 排彎組 都常常說他們是排隊彎彎的 我們不走海邊的 他們是走山上的 所以其實 對表古道的 不同族群的看法 位置其實都不太一樣 因為那是沿著就是 東海岸 我們就很突然到台東南邊 這一段走 所以後來我實際 因為大概 九十九五年 就從台北回來之後 那就代表 荒野保育系 因為荒野保育系 的志工 跟屏東現在幾個團體 最早發起的就是 屏東教師會 給屏東教師他們 到屏東華門 洪梅強好看 一起在努力 保衛在阿拉伊古道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 事實上 我們不能疑惑的說 我們保衛就好 因為炸基居民的聲音 我們要去了解 去關注 所以因為我可能住 住的比較近 我住恒村 對啊 到那邊至少 比洪老師上近一點 我自己開車 大概只要四十分鐘 就可以到續航 所以我都跟他們 這群助理朋友 多聊 去了解 因為整個阿拉伊古道 他的認識 鏈體還蠻大的 從清代所修的關到 漢人在走的 那沿著海邊那個路線 很多人可能去走過 就知道 到山上的話 他們在講 那條路 那個都是古道 所以 他們自己的 附近大概都是 凡安組部落 他們 凡安組部落是 三越的民族 雖然不像 太陽族或 布洪族分布那麼高 但至少他們 不習慣 過去的生活 他們不習慣坐到海邊 那如果說海邊 又是平地的話 太奔絲 容易得病 或是那個 如果風水的時候 容易被淹到這樣子 可能不好 所以他們過去傳統的巨肉 都是 大概巨肉至少海拔 三四百公里以上的 一些緩脫 或是台地上面 這是他們傳統的生活 當然你現在看到的部落 可能都不一樣 那是我們 國民政委來台之後的德政 除了日本人 強迫他們簽下商 國民政委還強迫 不是說強迫 鼓勵 應該講說鼓勵吧 他們簽到說 比較平地 交通運輸線 比較容易 交通的地方 所以很多都被迫簽下商 其實他們都 舊聚落 都是在半山 要這樣子 他們部落線往南 很多其實是靠 靠能線 要到路線有時候走起來很煩 他們都直接上山 走到那個山的能線上面 去 去 彼此去溝通 所以他們